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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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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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自己也是拉小提琴 所以说小时候呢 就教我拉小提琴 那我也通过这样学乐器呢 然后才知道 有音乐这么动听的一个东西 那时候我记得 小时候非常喜欢听广播 只要有放唱歌的 然后就会非常开心 但如果是真的 有说话呀 或乱七八糟的 就不开心了 那时候还不会说话 对对 可能我爸爸他觉得是 那个时候会觉得 这好像对音乐有一些感觉 对 所以说就让我去学小提琴 让我去进合唱团 对对对 所以就是你从小 就是在父亲的训陶下 已经开始来学乐器 并进行一些专业的训练了 是 这个算是刚刚入门吧 对对 那后来就是你什么时候 你开始笃定自己 就是我一定要走音乐这条路 我不动摇了 这应该是归属到大学的时候 大学的时候 其实我的父母 他们其实以前只是希望 我把音乐当做一个爱好 就像现在很多的父母 都希望自己小孩 去跳跳舞 去学学钢琴 只是作为自己 丰富人生的一种手段而已 那我真正在大学里面 其实接触了 组乐队呀 然后还有就是 学那个吉他 我觉得啊 爸爸我说小提琴 都是女孩拉的 也不是 那我说我不喜欢小提琴 我说我喜欢吉他 那在大学里面 其实接触了更多的一些 甚至于比如说 听到了Michael Jackson 然后还有很多一些 大排乐队的一些歌 然后做乐队 那时候会觉得 啊 我真的想走音乐这条路 嗯 然后正好父母 又不在身边 我觉得很多选择权 都在我自己的手上 反正你们也抓不住我 对 那你就是在 这一条路上 父母有没有给过你建议 比方说 嗯 那咱们是不是可以看看 有其他的可能 嗯 他们知识分子 应该是觉得比较民主吧 嗯 就说啊 反正是你选了路 那你就自己去好好走下去 不过呢 呃 当然他们 对于我做音乐这条路来说的话 他们其实当初是 不支持也不反对 哈哈 就是属于 一切随你 啊 对对对 但他们他们也不会支持我 他们觉得每天你 呃早出晚归的也不知道在干嘛 然后也好像没有什么成绩 嗯 只是说搞你的那些音乐 但是那些音乐可能对他们来说 又不是非常能够接受的流行音乐 嗯 呃 他们觉得我也不知道你在搞什么 哈哈 那慢慢的就是可能通过一些 呃 朋友的一些说啊 或者是一些 呃 其他的一些成绩 让他们看到 哦 原来他在这上面还是有一定作为的 嗯 后来慢慢的也就开始接受了 嗯 我记得在你的博客上面 有一段摘了你 妈妈曾经写给你的 就是你在比赛完之后 那当然是另外一个比赛了哈 可能在这个中国好生之前的一个比赛 当时呢 应该是没有名次 妈妈的意思就是说 只要你平安归来就很好 那些并不重要 这个我觉得还是蛮感谢我妈妈 其实呃 也算斗争很多年吧 嗯 给我妈妈两个人 呃 从刚开始的这个不支持 然后到后面他开始慢慢的就是支持我 也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那其实他对我 对对他来说的话 他帮不了我更多 在音乐上面 那他觉得能够做得更好的就是 把我身体照料好了 希望我吃饱了 穿暖了 这就是对他来说是 他已经完成一个最大的一个心愿了 所以说可能他在那段话当中写的就说 哎 我人平安就好了 但是真的你要闯什么事情的 妈妈也帮不上忙 自己就好好去闯吧 就这样 哎 平安这个名字 当时我第一次听的时候 我还以为并不是本名 哈哈 我相信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 对对对对 那其实我一耳再再耳三的在说 其实我就姓平 就叫平安 对对 这是我的名字 哦 这个名字 而且非常非常的吉祥 就是其实我相信父母当时给你这样一个名字 也是希望你可以平平安安 然后就像普通人一样 过着非常顺风顺水的生活 呃 希望父母都是这样的想法 那还有就是呃 他们因为觉得我出生的时候 是非常乖的一个小孩子 也不哭也不闹 所以觉得哎 平安这名挺好的 我妈妈想出来 她说那就叫平安吧 挺好的 好 我们现在通过一首歌 然后让你回溯到你曾经呃 登上的这个舞台 然后也是这个舞台让你让全国的观众都认识你 我们来听听看这样一首 我爱你中国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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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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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祖母 继续欢迎平安做客中歌榜 那听完这样我爱你中国 我脑海当中也浮现了很多 关于参赛跟你有关的画面 我知道比赛一路下来非常辛苦 因为我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 真的 所以我在翻看你的履历的时候 我在想你的参赛的次数太多了 就是可能从2001年 你那会还在念大学的时候 你已经参赛 而且获得了非常好的奖项 是获得了上海市高校木吉他民谣歌手大赛的一等奖 那会会谈木吉他很拉风啊 在学校里 还好吧 其实我是因为的确我觉得吉他弹唱 要比那个你拉小提琴要容易很多 因为他可以边弹边唱 还方面呢可能就是那时候 因为正好大家都非常流行校园风嘛 就像老郎那一批 同桌你呀这样的都是拿木吉他来做伴奏的 那那时候所以说也就参加了学校的这样一个社团 吉他社团 然后我觉得到很多学校去作为一个交流演出 可能上学是在学校里面 其实下了学以后就去别的学校了 尽量去背着吉他骑进车到别的学校去唱歌给大家听啊 还有因为我的吉他老师他也是那个呃在各个学校里面交集他 嗯 所以说呢我会作为一个展示也好或作为一个呃优秀学生也好 会跑到那边去唱歌给大家听做一个演示吧 那其实那会儿开始你已经有很多你的粉丝了 或者是在一个范围之内肯定的 你想想看 在大学校园里面其实还是呃就玩音乐圈当中 大家还知道有我这个人 嗯 那不过呢因为毕竟呃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冰 每一年就是大学生都会有毕业 都会有试 好香港的 哈哈哈哈 对对对对对 呃真正比如说毕业之后其实还能够坚持坐下来 或者是现在还能够再听我唱歌的其实也真的不是很多 很多同学都因为自己的工作 和因为的家庭都已经开始忙碌自己的事情了 嗯 所以说当通过中国好声音 他们再次看到我 把我就是在这个公众事业当中看到的时候 他们会非常非常激动 嗯 他们会说啊年轻的时候 我们都在说我要干嘛我要干嘛我干嘛 那没想到呃我们的人生轨迹都发生变化了 嗯 他偏爱你还在唱歌 哈哈哈哈 对 嗯 其实我也有这样一个疑问 就是在追逐梦想的时候 我们可能一次一次会失败 有时候我们会彷徨 但是在彷徨之后没有鼓足勇气 再一次冲击 这当中的新的历程肯定是特别特别难挨的 呃是什么支持你一直走下来 呃我觉得首先就是我觉得不应该说是每一次都是失败 哈哈哈哈 对我来说对我来说是一个挫折 嗯 或是一个考验 对 其实当你真正去放弃这件事情 不再去做它的时候 你对这件事情来说才真正失败了 嗯 哈哈哈哈 如果是你还在呃打击一次爬起来打击一次爬起来 还在往前走的话 我觉得只不过就是一个考验一个挫折而已 那可能对我来说我觉得明明当中 嗯 可能老天他就是慢慢的在考验我一直希望嗯 走这条道路吧 因为当时我觉得快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比如说像非典那一会儿2003年 嗯 也没有酒吧演出也没有任何收入呃非常难过的时候 诶组了一个乐队 嗯 但那时候乐队呢取得很好的成绩 而且呢又是能够上一个四万人以上的舞台 嗯 去唱歌 我觉得啊原来老天他并没有抛弃 我觉得还希望能够走音乐这条道路 可是后来乐队又解散了 因为每个人的志向不一样 呃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无助 哈哈哈哈 那怎么办呢 一个人力量也没有办法好像做到很多的不像乐队那么开心 那后来诶又有了一个快乐男生 那参加那样的一个比赛以后又获得了一些人的认可 我虽然成绩不是很好 嗯 但那时候我觉得啊原来我一个人唱歌也可以不一定要靠完全靠乐队的支持 嗯 当然有伙伴们在一起的话对我来说是有更加增长信心的一种方式 嗯 可是我自己一个人唱歌我觉得啊原来也能获得大家认可 但是那成绩并不是很好 所以说并没有达到我自己想要的一些音乐梦想的一些嗯方式 嗯 生活也没有完全很大的改变 那后来又通过两三年沉淀 其实当大家已经忘却我是一个快乐男生的时候 嗯 那时候我觉得反而我唱歌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 嗯 因为你没有戴着各种各样帽子 嗯 而且呢也没有人认识你 你反而只要是把你自己想唱的东西唱的好就好了 那后来正好是机缘巧合的又在2012年参加了这个中国好声音 那这一次的就是反响是前面那么多比赛当中是最大的一次 那可能我也觉得是因为一个人生的经历吧 嗯 或许就是因为这个这么多的起起伏伏 嗯 而把我的性格或把我这个人给磨成现在这个样子 而这个样子呢可能正好唱这样的歌被大众所喜欢了 啊 对我来说 其实我能做的只是在舞台上的几分钟 嗯 嗯 大家能不能喜欢我 这个真的还是看老天 我觉得我并没有离开这个音乐道路 可能也真的是老天他觉得一次一次给你机会 一次给你挫折让你最后成型现在这个样子 嗯 我相信我们在看到舞台上那么沉稳那么淡定的平安的时候 我们很少有人会想到他在背后经历过那么那么多的一次一次的摔打和磨练 我相信正是因为这样的磨练也塑造了今天的你 其实我在台上也不算沉稳 我觉得还是很沉稳的 也很活泼 然后我的歌迷们他们老是要黑我 我所谓的沉稳是在这个要念名词之前 那种紧张的时候我觉得你非常沉稳 这个我是觉得就说 嗯 可能我以前参加比赛的时候的确是会有很多得失心 我一定要拿到什么样成绩去证明 啊 我自己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位置 嗯 但是呢 慢慢的其实你发现 嗯 这些东西其实根本不是你自己能掌控的 像一些名次也好 或者大家是否能够喜欢你也好 你能掌控就是舞台上 那反而你没有这得失心了 那在舞台上反而会更淡定一些 那想不想听喜欢你的人怎么说呢 啊 现在 现在 在哪 马上就可以听到 啊 许多人都有一个梦想 能像一只小鸟在天空自由地飞翔 但是现实很近 梦想很远 2013年新人平安带着勇气上路 再来 又回来 你也要 中歌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平安的歌迷 一样 通过好声音的网上的视频 指导的这个歌手 然后没想到一个非常瘦弱 这样一个小声器里面 放发出了非常让我惊叹的声音 当时我跟我妈妈一起看的视频 然后我们两个人都哭了 是完全被里面的这种情怀 和她的声音 重提到轻敏 当时有一种 起起起疙瘩的感觉 这是特别真实的一个感受 大家好 我是平安的粉丝 见解 今年手下嘛 看中国好声音 然后第一次认识她 从来没有一个歌手 给过我这样的感觉 就是可能以前的歌手 会让我很喜欢 但是没有 就是让我从内心里边 就觉得特别的震撼 然后我真的 第一次听到的时候 能让我去分音乐 然后就听着听着 就特别聚了 然后我觉得这些年 我觉得一个人能这样坚持下来 真的特别不容易 尤其是在 是一次又一次的 就面对失败嘛 然后我觉得她能这样坚持下来 真的觉得特别感动 我觉得一个人有这么大的毅力 她必须得成功 对我们就希望她做自己 不要去理会太多的流言蜚语 只要她自己喜欢的就是我们支持的 不要害怕前方有什么困难 记得有我们在 听到这样的话 心情如何 最近好像他们老喜欢做一些 就是让我非常激动的事 那你得表示一下 你现在此刻的心情是怎样激动 他们也在听 其实刚才配合着 我爱你中国的这个背景 然后听到他们在讲这些话的时候 这一年当中的这个时间 一下子就在我脑子当中又滑过了 然后不单单是一年了 其实是前面这些日子 然后我是觉得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起起伏伏 我不过就是可能上天给我一些眷顾 让我幸运了一些 如果是我觉得 就是说大家都能够把我当做一个 就普通人来开单的话 其实我非常乐于把我自己的生活 和把我自己的这些音乐去表达给大家听 那不过现在唱歌和这些都是我的一个工作 那我可能要起到一个作用 就是希望我的这音乐能够让大家更加开心的 充满正能量的去面对生活各种各样的压力 或者是挫折 你们开心 我可以让你们更开心 你们如果是难过的话 我会去通过我的音乐去抚平你们的心 希望你们慢慢再听 我唱给你们歌听吧 谢谢你们 刚才这动画都把我感动了 真的是 我觉得在路上不管是有多么多么多的委屈也好 难过也好 疲惫也好 那有这样一帮人来支持你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欣慰 就会觉得太值了 其实每个人成功道路 其实对我来说 现在只是刚刚新的开始 也不算成功 因为这个歌刚刚才出来 还不知道现在发现怎么样 我只是讲其实每个行各业 他们每一个人的成功 都是有他们自己很多的挫折和很多的经历去铸成的 只是我现在是在曝光在大众面前而已 其实有很多的人物 有很多的事件 都是在大家的生活当中 如果是把这些事情都挖掘出来的话 就是现在像感动中国 像这样的人会很多很多 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都会发现这样的人 我想大家应该在生活当中去发现这样的点滴 去让自己觉得自己在这世界上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 自己去享受自己的生活 还有刚才第一个歌迷说 你瘦小的身躯里 对这样一道话 你赞同吗 最近是比较瘦 希望能够多锻炼锻炼身体 而且我在翻你以前的就是博客吧 看到你有张照片 是一头卷发 而且看上去 哇 我说这是以前的平安 是这个样子的 那因为我是自然卷 自然卷 那这个头发其实蛮难打理的 然后卷发的女孩应该都知道 就说有的时候梳子也拉不动 然后又油光光的 非常难打理 那那时候是其实在读大学的时候 都流行看穷腰剧啊 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都穿那种 那应该把头发留起来啊 我也留长 也留长 然后会穿一些稍微带点小喇叭的牛仔裤啊 对对对 就有点像当时的那个台湾民谣风格的那种男生 上面穿个衬衫 下面穿个喇叭牛仔裤 那后来因为做了乐队以后呢 那乐队嘛又是很多人都喜欢留长头发 那那我会因为是太难打理剃掉以后呢 呃他们说 哎你头型不错啊 你这光头保持挺好的 还有方面是觉得搞摇滚嘛 反正搞乐队不是长头发就光头啊 就算是你要挑一个极端 好吧那我说那儿就光头吧 后来就一直留到现在 哦原来就这样 对然后觉得洗澡也很方便 只要一擦就好了 那你这个得经常去剃头吧 对对对对 现在都是自己剃 哦你自己 对对对 很方便已经习惯了 哦挺不错的 那北京时间19点32分 许多人都有一个梦想 能像一只小鸟 在天空自由地飞翔 但是现实很近 梦想很远 2013年新人平安 带着勇气上路 带来你的回来 想爱你的之爱 今晚七点平安 独家做客中歌榜直播间 继继续欢迎 继续欢迎今天做客中歌榜直播间的平安 欢迎 大家好 我是平安 我们又回来了 刚刚平安在那个开话筒之前 我们还聊了一段 就说听自己歌的时候 觉得比较奇怪 对对对对 因为平常讲话的时候 都是有自己的炉腔共鸣和外面的声音一起组成的 现在直接听到喇叭里面出来的声音 自己没有通过自己的炉腔共鸣 总觉得好像不太像自己的声音 有点变味道了 但是仔细听听吧 其实还真的是自己的声音 如果你连自己的声音都听不出来的话 天呐 那你的声音到底有多少种呢 我们此刻在耳边听到的其实就是 平安现在的最新单曲 天蓝如海 对的 这首歌其实也是我新专辑当中的一首 非常好听的歌 然后也是有那个非常著名的词人 李卓雄老师写的 其实我非常喜欢当中的一段歌词 就像刚才前面介绍当中说的 该来的会来 想爱的去爱 我想可能这也是我自己这一段 正好是这么长时期来的一种表白吧 对就是老天给你安排东西会来的 但是你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 喜欢的人喜欢的事情要去追 听出来也是个很勇敢的小伙子 而且这首歌不光是李卓雄 作词还请到了梁翘伯老师来担任制作人 对对对梁翘伯老师也是机缘巧合碰到以后 然后他也非常欣赏我在好声音当中的演唱 所以他觉得我想跟你做这张专辑好吗 我说好啊好啊 他主动跟你说的 对对对对 我说好啊好啊 我说最好了现在我非常需要这样的制作人 来帮我做这件事情 所以就一切都很顺利 对一切都很顺利 然后这个填词其实是梁老师去约的 约的李老师 然后李老师呢他也就非常开心就答应了 然后李老师再帮你去约作曲 作曲其实老早就有了 然后我已经很多就已经听过这个demo了 就是歌词上面呢就是有重新的考量 因为就是大家都是通过我爱你中国认识我 所以可能他们也想用一首大哥来展现我的这个嗓音条件 还有我的一种想表达的大爱的情怀 那这次李作生老师他就写了这样一个词给我 那我也非常开心就是能够第一首歌就唱到这么大师的大师的这个词的歌曲 然后我也希望就是其实大家能够通通过这首歌当中呢去了解到一些 嗯细微的东西 比如说歌当中还有说是年轻就是自卑和自大较劲的比赛 嗯嗯啊 其实人就是这样 嗯觉得非常非常自大的时候打劲你一下 再起来一点再打劲你一下 最后把你敲成你自己固定在某一个位置 嗯对 钢铁是如何练成的 对 我在想你跟李作总老师沟通做词的时候 你有没有说一些你自己的想法 还是他就直接能够理解到你的内心 嗯我有跟他讲过 就是说我希望是一个 嗯不是可能男女之间的爱情 嗯是一种比较果薄大一点的爱 然后呢还有一方面是因为可能要跟我自己的一些经历有些相关 所以说那个李老师他在写这个词的时候 他也跟我沟通 就说嗯这个现在我这样的一个词 可能会对你来说会比较合适一些 他指的是就说天和海其实都是蓝色的 那就像你刚刚开始的时候 你并不知道你目标在哪里 嗯 可是呢就是因为天上面有云 嗯 它云呢就叫留白 哦 就因为有了云 就说每个人因为心中有自己的不同的留白 嗯 不同的目标 所以才把天和海区分开来了 哦 是这样一个含义在里面 哇你真的得解释一下 要不然我们可能很难 从字面上了解到这一层意思 对 然后他在比较具象的就是年轻啊 嗯 还有笑容啊 伤口啊 其实就是指的是人生一直有起起伏伏的一种状况 然后最后其实就回到就说 其实你只要有自己的目标 你就会跟别人不一样 区分开来 嗯 你就会呃 有自己心中的有自己心中的留白 嗯 说到笑容 有一句话说 微笑的孩子总是运气会很好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你是一个非常爱笑的人 所以你生活当中会有很多人愿意主动去帮你 比方说像梁翘博老师主动说 我给你当制作人 是不是这样事情经常发生 其实我的人缘还不错 嗯 因为呃 怎么说我大人处事 我想还是呃 蛮蛮感恩的一个人 嗯 然后大家伙都觉得我平安做事还算靠谱 哈哈哈哈 当然迟到也不少 哈哈哈哈 对 然后我是觉得其实呃 你既然来到这个世上呃 非常不容易 非常不容易 嗯 我想你为何一定要是那么苦 苦大仇生的去面对这些生活呢 还不如就是能够开开心心的去面对 其实有很多事情你去换一个 一个角度去思考的话 可能会轻松很多 就是只剩半杯水和还有半杯水的概念 哦 一个悲观的一个一个是乐观的 乐观的 对 那同样一件事情 其实你换个角度想 说不定会让自己会开心一些 嗯 那你生活中快乐的源泉 大多是来自于哪 嗯 应该说我比较幸运 就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还对我不错 嗯 然后呢 还方面 其实音乐给我带来很大的一个快乐的动力 嗯 呃我在舞台上唱歌的时候其实是非常享受那一刻的 对 我也呃我也是觉得下了舞台有的时候会各种各种各种各样不满意 比如说哎呀生活状况不好啊 或者是对或者是那个谁谁谁又因为家长都会唠叨啊 谁谁谁买车买房了 谁谁怎么怎么样了 那就是自己觉得啊 我在舞台上的时候其实我可以不用管很多事情 只要在唱样在音乐的世界里就可以了 嗯 那下来以后你总觉得 啊现实好近啊 梦想好远 哈哈哈 对 也是歌字面讲的这句话 嗯 那然后呢 其实你觉得啊 还是要去面对啊 那干脆就 那怎么办呢 对啊 就是用音乐给我一些力量让我去好好的坚持下去吧 就这样了 所以你跟音乐是互为好朋友 对对对 呃我知道你在生活当中也会有很多人帮你 比方说韩红还帮你去看嗓子是吗 啊对 这是什么故事 其实其实那个就是我是南方人 所以说不太适应北方的天气 那在那个北京那前一阵子去过年的时候也空气非常不好 嗯 那那时候我就一直连续咳嗽 哦 声音也非常嘶哑 后来韩红老师呢 因为他就是非常联系我的这个声音 嗯 他在直通春晚的时候 他说啊这个声音非常好听 嗯 他就主动的就带我去看看病 然后希望就是我的嗓子能够恢复起来 然后可以录新的歌给大家听 然后而且呢 呃在在这里给大家透露一下 其实韩红老师他还 嗯 给我这个新专辑当中呢 呃写了一首歌 然后这首歌呃叫山顶上的海 你看看刚才都不透露 哈哈哈哈 还有什么没有透露的 现在透露这么一点点只是掉个胃口 哈哈哈哈 希望下次再不久的将来 马上可以让大家听到这首歌 嗯 然后呢韩红老师呃他也觉得就说这首歌给我来唱的话呢 其实他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 嗯 我希望我的演绎不会让他失望 其实专辑当中还有很多很多呃可圈可点的呃歌曲 嗯 还有各种不同的风格 比如说 呃 比如说下次再来中歌吧 直播间的时候可以告诉大家听 哈哈哈哈 下次你要那个现场唱哈 OK没问题没问题 没问题 哎对了在保护嗓子方面有没有什么心得 嗯 当然首先其实对于唱歌人来说 休息是最重要的 啊 其实什么事情都比不过睡觉 那还有一点其实对我来说的话就是多喝水 嗯 因为尤其是现在在北京待的时间比较长 然后我不太习惯 有的时候嘴唇干裂 嗯 还有一些那眼睛这都是非常干的 那多喝水其实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多在北京待 待时间长了就习惯了 哈哈哈哈 好吧好吧 我看看你现在时间还太短 哈哈哈哈 然后这张专题现在进度是到什么一个程度了 呃 基本上梁老师在后后面的制作 然后还有因为有很多要拍MV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一些配合的 嗯 后期混音的一些东西 嗯 然后可能我自己还要再去做一些少量的修改 嗯 呃 因为毕竟可能刚刚唱完以后觉得不错 但是真正回头听下来以后觉得 哎这里又有点不满意 那里又有点不太好 哈哈 可能还要去再补一下 嗯嗯嗯对对对 呃 然后你刚刚说到MV 那这个MV是给哪支单曲呃 来拍呃 为哪支班 天蓝如海 你在里面会是一个什么角色呢 其实我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吧 因为这首歌他的其实呃 我是一种像第三人称的一种角色 啊 该来的会来 相爱去爱 但是没有什么其他的男女主角 或者其他一个一定的故事的一个构架 其实完全是以一个天和海 像啊 混为一谈的这样一个蓝色啊 嗯 还有一些白云啊 嗯 还有一些高楼大厦啊 嗯 以这些方面去作为一个呃 底 其实是以画面为主 不一定是一个呃 像很具象的一个故事为主 你会出镜吗 啊 肯定会出镜 哈哈哈哈 其实其实我的粉丝们 他们都已经通过我的一些微博 或者怎么样 已经了解到呃 我在拍这个MV了 嗯嗯 对 而且也是呃 晒伤 然后因为光头没有头发保护 对 然后晒的又褪皮 现在已经褪完了 哈哈哈哈 听上去怎么感觉 呃 这我就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经历 重生 啊 对 非常呃 特别的经历 然后好像呃 在迎接一个新的生命 对 新的生命 哎 是个好兆头 一切重新开始 一切都是崭新的 对 对我来说 所以我说 对我来说 现在其实才算是真正开始 因为嗯 现在终于开始有平安属于自己的歌曲了 真的好了不起 哈哈 鼓励鼓励鼓励 呃 那刚才还说到这个MV部分这个是你第一次触电吗 呃 其实最早的触电其实是在李玉导演的观音山里面 哦 对 但是啊 那时候其实本色出演去出演一个歌手 嗯嗯 但是后来因为片长的原因 把你给剪掉了 把你给剪掉了 哈哈 不过那演员表里面还有我的名字 嗯 然后李玉导演他知道我参加好声音之后 他说 哇 你参加好声音了 他说 哎呀 那个以后我有什么电影呢 希望你能够 能够过来 我说好吧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哈哈 所以以后也许有机会的话 你还会去触电大荧幕 也不一定 呃 我是这么想 就是我是喜欢音乐 嗯 所以说我希望我还是以音乐为主 首先我觉得一个人的经历而言的话 他能够把一件事情做好 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 如果是你有各方面的才能的话 我觉得这都是慢慢的会随着你自己的发展 而随到渠成就会做这些事情的 嗯 但是你本职是一个歌手 你首先就应该先用音乐去让大家来了解你 嗯 对 其他事情有老天再说吧 该来的总会来 对 哈哈哈哈 这又是今天的这样一首新歌天蓝如海 那最后还有一些时间想问一下今年平安的计划 然后有什么想对歌迷说的 同时对那些正在为梦想默默耕耘的年轻人 也说一说你对他们的一些算是建议吧 呃 当然今年暑假肯定逃不过就是第二届好声音的这个举办 然后我们作为第一届的学员呢 肯定会不遗余力的去随着他们一起做这样的宣传 然后呢也算是给第二届好声音呃一些榜样吧嗯 希望我们这些交的成绩单这些歌曲让他们也觉得做音乐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而不是一个真的苦大抽身觉得自己 呃 每天都是觉得好像生活不开心的样子 其实音乐是可以让你带来快乐的 嗯 然后呃 接下来下半年当然肯定会因为随着新专辑的诞生 会有很多的宣传工作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这个新人平安 嗯 那对于呃 粉丝们呢 我想跟他们说 今天你们听到的是天蓝如海 然后我的专辑当中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歌 可能现在听完之后呢 呃 有很多人的意见也不一样 有人说好听 有人说不好听 我觉得没关系 如果是他有他的意见 那就是说明他听过我的歌 这就是已经达到一个目的了 哇 这个思维角度非常好 对 然后接下来的话 其实章辑当中会有更多更多不同类型的歌 我想总有一个口味 会是你们喜欢的 嗯 而且这是第一个处女作吗 呃 我想通过这第一个试水 嗯 接下来第二章或第三章 接下来会有更多的歌曲 会慢慢慢慢的呃 越来越好 今天这个是非常匆忙的一首歌 我想呃 以后会越来越好的吧 一定会一定会越来越好 一定会梦想照进现实 已经这已经是第一步了 我们也期待这张专辑赶快出炉 对梦想是做梦想出来的 理想是理性思考的 现在我是梦想往理想去靠拢的时候 好 非常感谢平安今天做客中歌榜 在这里梗话也代表 我们节目制作人张兰 感谢各位的收听 下个小时歌手黄鸿声将会做客直播间 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